河南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打算再婚的时候发现 系统显示她除了前夫之外 在20年前都曾经和自己的妹夫结过婚 最终发现原来是她的妹妹 当年度用了她的身份来注册 令她名义上还是有夫之父 何心言报导 在河南招作的郭女士 近日打算和男朋友注册结婚 但就发现除了在04年和前夫结婚的记录之外 20年前都和现在的妹夫曾经登记结婚 至今没有离婚记录 追查之后发现 原来在2001年 郭女士的妹妹都用了姐姐的身份证 和她的丈夫朱波结婚 而到了06年 妹妹又再次用自己的身份和朱波注册 究竟事主的妹夫是怎样结两次婚呢 郭女士就怀疑是朱波的父亲 当年在村委会任职的时候 擅自签罚婚姻登记证明 现时民政部门已经介入事件 调查朱波的父亲当年有没有违法 至于为什么郭女士在04年和前夫注册的时候 没有发现01年届结婚记录呢 当地民政工作人员就解释 是因为当年系统不完善 导致记录出错 到目前为止 郭女士仍然未可以决策结婚 要等民政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和跟进 有线电视记者何新言报道